我看一下這個概念 它是先秒鐘 落效的距離是 全程的 二十五分之九 二十五分之九 差不多 差不多 你可以想見 假設全庫的高度 全程是 假設很強的 落地的前秒也相當於 二十五分之九 那你如果要算這一段 你如果很工藝的話 就這樣講 我算這一段 然後你要算這個 就這樣做出 看有沒有 因為這段距離 離零踢一下 高分之一距離 當然也可以 再利用這一段去算 它的初術也可以 那當然有說 有些想法 我常常有些這些想法 不見得就是說 不見得你 一定要去把它 背起來 或是你真的去 或者說 有些原則是應該你可以去 慢慢建立 就是說 我們在處於這種 弱點的問題 通常都是從最好的一段 比較好的一段 因為速度可以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也很容易可以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嘗試 就是說 我要先算十段距離 那我這時候 相當於多少 二十五分之十六 H 這樣可以嗎 好 而且假設 我全部的時間 是D 我總共花了D秒鐘 這樣可以嗎 好 D11秒 那這時候的時間 應該D1-1秒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裡就變得很簡單 而且我只要算這段距離 好 因為這段距離就得到 二分之一 好 所以 這一邊計算我們不是去算 多些錢的這一秒 好 我們反而就是算前幾錢一秒 這樣可以嗎 真的變得很簡單 好 所以我們把四倍算 所以簡單講 我們全部的距離 會 花七秒鐘 OK 好 你為什麼不現在還 好 對 好 他不來 DJ不來 不去 好 喔 他不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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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好 很好笑吧 哈哈哈哈 好,出一下 好,不用站好 蛤? 少剩鞋鞋鞋鞋鞋 對,對,沒有 那以後是麥克風 好,所以 那接下來 我可以列另外一個式 我的一減一秒的話 會掉到 二十五分之六 可以嗎? 好,這樣就變得很簡單 但是我強調 有時候你不要硬要去用 這種所謂的比較快的方法 因為有時候,這個,但是我強調 你慢慢有時候,你會發現 有些方法真的比較簡潔 那你要去思考說 那我相遇到一些問題 我要怎麼樣去 能夠去 真的用得到這些 比較方便的想法 那我剛剛就給你說 給你一個概念 就是說,通常我會去算 從一開始,切幾秒 會比較簡單一點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這時候就被人簡單 對不對? 這時候呢 為儲下來 可以讓 十六分之二十五 可以嗎? 就得到一減一的0 分之一 好 那這時候就有個好處 這時候我先直接看一下 你不要真的去叫它這樣子 好,這就 因為時間一定正的 時間不會有負擔 所以直接開,更好就快一點 然後隨便 四分之五 等到 一減一 以上的一 好,所以明顯的 就是幾秒 五秒鐘 這樣可以嗎? 好,那五秒鐘 的話 高度也就出來 好,所以 那高度把它帶回來就好 好,對不對? 二減一 一半 可以嗎? 好,可以嗎? 好,直接這樣 一百 二十五 好,所以 你不要喜歡這個五秒鐘 五秒鐘它是因為 掉一百多公尺 好 所以我想講 舉個例子 好,就是說 你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 好,沒有錯 我今天 自由落體 掉的距離 得到 二分 一 G G G 好,所以我常常開玩笑 說好,你如果怎麼樣 你想要 享受一下自由落體的快感 對 這個 我只有一輩子 只能玩一次 好 好 那先充 你看,一秒鐘掉幾公尺 好,我們通常有帶十 好 所以這個 說穿的相當於 大約是五公尺 好 所以這就很有意思 好,一秒鐘會掉幾公尺 五公尺 五公尺